大家好,我是珊珊 现在呢,是2020年3月21号 我今天录的这条视频呢 可能会需要我半个月 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来完成 大家看到我手里的这两盆铜签草呢 现在已经不是尿不尿的问题了 而是已经完全枯死了 但是我刚刚翻它底部的时候 发现还有一些气生根的存在 就是这些小白芽 那现在呢,咱们就先来给它处理一下 先给它剃个头 然后再给它补充一点水和营养液 看它能不能就得过 因为它现在已经烂根烂得特别厉害 特别严重 而且铺的特别严重 咱看看能不能把它两盆合成一盆 是这样的 让它正确定了 我们来 runs吃的 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帮你 下次一些 一样的视频 凡凡凡的柠檬 不过什么 三个月 都会提示 是正硬的 但是 好了咱们现在只需要把它们放到一个阴凉通风的环境里 过几天咱们看看它们的生长情况 今天是3月30号 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红天草的现在恢复成什么样了 这是当时那一盆稍微好一点的 这个小叶已经出来了 但是出的还不是特别的好 而且里面已经很缺水了 一会儿我再给它加点水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一盆 这一盆是彻底的不行 彻底的烂根了 因为当时咱们也说过 它这盆是烂的比较严重 这盆咱们算是失败了 今天是4月7号 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铜碱草 然后上一盆是彻底的失败了 我给丢掉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虽然说大家现在看起来还是有点稀稀拉拉的 但是大家看这里 还有这个小嫩芽 所以说它们现在还是长势比较好的 估计再有五六天的时间 它就可以满盆了 今天已经是4月17号了 不过它恢复的还是不是很理想 并不是咱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本来咱们预期的是半个月左右就差不多了 但是没有想到 现在都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 它还是这样稀稀拉拉的长的 但是没有关系 它里面还有很多的小嫩芽 这样一直在不停的往外长 大家看一下 也是这几天我把它给忽略了 没有浇上水 咱们给它浇点水 然后看看它到底多长时间 能够恢复成咱们想象中的样子 可以包盆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5月22号了 距离咱们就职这盆童前草呢 已经两个月的时间了 它现在其实恢复的还不错 大家看一下 它的叶子已经长得特别的好了 但是它却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可以包盆 而是在不停的长花间 现在也是到了它的花期 这个是我们阻止不了的 其实如果说把它取出来之后 放到一个小盆景里呢 已经完全足够了它这些叶子哈 但是我还是想让它继续在这里面包盆 所以说我们今天再把它剪掉 然后让它去包盆 咱们下面就开始把它剪掉 好了 现在已经把它剪完了 相信它一定不会辜负我们的期待 大家如果说想知道更多的养花知识呢 可以过来私信我